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咋花这样冤枉钱 啥叫冤枉钱吗 我希望把你拿过得漂漂亮亮 这 来 站起来走走 合适吗 真漂亮 好看有啥用啊 穿这个咋下地干活呀 咱不都说好了吗 以后脏活那活全是我一个人干 那也不能让你一个人都干了呀 你就负责自家做饭 还有 还有生娃 咋样 舒服吗 舒服 可就是太好看了 我舍不得穿 门堆啊 门堆吃饭啦 门堆 我给你做的卤面 还热乎着呢 你多少也得吃点 这一天都没吃东西了怎么行啊 听话啊 我给你盛碗里了还热乎呢 放时间长了驼了不好吃了 听见没有 快点啊 听话 快点啊 干啥呀 你哥在里头细思迷惑呢 你咋知道 我是他肚子里的蛔虫 他几根肠子 我还不知道啊 他人呢 我二哥把自己锁在屋子里一整天了 饭也不吃 门鞋不让他出来 你有办法 不行吧 我二哥会受伤的 他又不是死人 他能不知道多呀 再说了 那些东西 是咱们从小玩到大的 你可不相信我啊 保证会出事的 真的 那你是想让他饿死在里头呢 还是想让他出来呢 行了 快去吧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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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啊 门双 你干啥啦 我把一串鞭炮扔进去 看我二哥出不出来 谁给你抽的嗓主意 嗓外叔 这么一炸我二哥保准就出来了 他得归化你也信哪 你要害死你二哥 我打死你我 我打死你 我让你口 妈妈妈 打死你 别打门说了 门顿儿 你没事吧 枪着没 快出来 二哥 你快出来吧 门顿儿 你出来 你这么多的烟 还不给枪晕了 妈 你别着急 实在不行 我找宽船 把窗户给砸了吧 门顿儿 没事吧你 二哥 还挺害怕 门顿儿 你打算待在里面 一辈子不出来了 你要是对我有啥不满 你就出来说清楚 正好我也有话跟你说 有啥事你说 妈 顺儿 你们先回屋 我跟她单独说几句 走 回屋我治你 真的有人回来 不 怎么就这样 你说没有 虽然没用 你 我以为你 我以为你 再这么复杂了 我爱你 就是我 那你 你还不太好 我以为你 你仅仅在前来 你两半死你 想想也怪我这个嫂子不称职 没有顾及你的感受 今天啊 嫂子就是你的出气头 你有啥怨气你就说出来 嫂子 我从来就没怨过你 真的 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就是恨我自己 我恨我自己没本事 比不上那个陈曾强 不能让你过上好日子 温敦儿 你别这么说 在嫂子心里你就是最好的 真的 不是你不如陈曾强 是我跟你根本就不可能 嫂子喜欢你啊 就跟喜欢门树是一样的 从小啊 我们家就我一个 我那个时候啊 就特别羡慕别人家兄弟姐妹多 在一块儿吃饭都热热闹闹的 到了咱家以后 你哥走了 我就更心疼你和门树了 在嫂子心里啊 你就跟我的亲弟弟一样 谁也不能取代你的位置 现在 你 我 门树 还有咱妈 咱们是一辈子的亲人 等你以后长大了 你就会了解嫂子的苦心了 嫂子相信 你以后一定能遇到一个非常好的姑娘 你喜欢她 她也喜欢你 到时候你就会明白 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 至于我 你就放心吧 陈大哥 他是一个好人 就算以后我和他结婚了 他也会和我一样 把这个家照顾好的 就像你哥在一样 以后啊 我们这个日子 会过得红红火火 越来越好的 温多儿 嫂子说了这么多 你听进去没啊 嫂子 嫂子问你话呢 你是不是还怨我呀 没有 嫂子 我不怨你 不怨你 不怨你 儿子啊 是你在天有灵 保佑着咱们家吧 门堆这道坎儿 总算败过去了 咱们家又可以过上太平日子了 多亏你娶了一个好媳妇 妈得谢谢你 谢谢 妈 今天是啥好日子 咋还包起饺子来了 今天啊 第一 你和强子订婚了 算好事吧 第二 门堆这个事想通了 算好事吧 那还不是好日子啊 咱家也好久 没吃顿像样的团圆饭了 门堆呢 起了吗 睡着呢 这小子昨天晚上一气啊 吃了三大碗面条 估计现在还不饿呢 让他多睡一会儿 行啊 我真服了你了 你说这个事啊 我都磨破嘴皮子了 咋说都不行 你这几句话就给他说通了 你真有办法啊 服了 我服了你了 还是门堆通情达理 要不咋能一说就通呢 妈 嫂子 不好了 咋了 我二哥 走了 你看 这门堆写的 他说他要去城里闯事业 不是 这还昨晚还好好的呢 这怎么说走就走啊 妈 嫂子 我思前想后 之前是自己太不懂事 太自私了 陈大哥为咱家做了那么多 他对嫂子是真心的 我应该感恩才对 以后家里的一切 由嫂子和陈大哥照应 我可以放心地走了 我的妈呀 正算说走我就走了 妈 嫂子 我这么大了 也应该被这个家负起责任 所以我决定去城里打拼你 相信我 总有一天 我会出人头地 回来接你们过好日子 我走了 不要找我 我混出个人样来 我是不会回来的 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 我上摊户看过了 鞋子 袜子 裤子 衣服 全部都带走了 看来这孩子 是铁钉不回来了 他身上一分钱都没带 这不请等着要活活饿死吗 不行 我得去找他去 妈 你别着急 城里那么大 你要找不着他 再把自己给弄丢了怎么办 那又不能在家等着呀 我去 我叫上陈大哥 陪我一块去找他 你放心 一定帮他给我找回来啊 见着他你就跟他说 妈在家等着他呢 妈 这几天你就在家待着 万一他回来呢 我不去 我哪儿也不去 我就在家等着他 我就等他回来 我走了 嗯 啊 嗯 有人 san 自己想答应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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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门端咋跟消失了一样 哪儿也找不着啊 你说咱这么找下去 也不是个事吧 要不咱分开找吧 那也行 那我去这边 我去这边 那咱们一会儿在这儿会合 好 有人在吗 来了来了来了 乐乐 你咋在这儿啊 我咋不能在这儿 这是我哥的店呢 你来干啥来了 门堆离家出走了 留了一封信 说要来城里闯荡闯荡 我就赶紧进城打听打听他的下落 那你去打听 你见过他吗 我咋见过他呀 这城里边这么多人 那要没什么事儿 我就不打扰了 回头带我向你哥 你嫂子问身好 乐乐 我还是有几句话想跟你说道说道 你看你跟天明吵架归吵架 但这一吵架就老往娘家跑 这不是个事儿 天明心里也着急得很 你要是气消了 就赶紧回去吧 他要着急了呀 他自个儿会来找我 天明那人你还不了解 嘴上不说心里急得很 任喜爱 你瞧这话说的 咋觉得你像他媳妇呢 比我还了解他 乐乐 你这话是啥意思吗 我啥意思呀 任喜爱 他因为你 为了那个鱼塘 把车都给卖了 你说我啥意思 你咋这么厉害呢 你说他今儿为了你卖车呢 明儿会不会把房子也卖了呀 乐乐 卖车的事儿 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但凡我能帮得上余塘一点忙 天明也不至于卖车 以后余塘的事儿 我一定尽心尽力 你别再为这个事儿 跟他吵架怂气了 行吗 我跟他的事儿你管得着吗 该说的我也说了 你要能听得进去就听 听不进去我也没法的 好 妈 沈哥 回来了 累坏了吧 快坐去 倒点水喝 妈不用 咋样啊 门堆有信吗 城里都被我们找遍了 所有的熟人都问了 这门堆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我还能拿操办呢 沈子 门堆也是这么大了 应该不会有啥事儿的 再说了 她的性子你也了解 不爱之声能吃苦 就算真留在城里啊 以后没准能混出跟我样了 那得混到啥时候啊 我也不知道我这辈子 还能不能见着她了 你看你这话说的 啥就这辈子不这辈子的 好像门堆不回来了似的 你放心吧啊 这门堆我们一直找着 肯定会有信的 要真是那样就好了 妈 妈 你还担心啥 你是不是怕门堆走了以后 就剩下你和门堆两个人 没人照应 这不还有我和强子呢 妈 你已经是强子的人了 妈不能再让你留在家里了 沈子 这话可就不对了啊 我俩还能不管你个门栓是咋的 你就放心吧 沈子 一天没吃饭饿了吧 我去向右边点 妈 其实我觉得 门堆进城也是件好事 城里的机会多 你说呢 倒也是 喜爱 喜爱啊 这个镯子啊 这是我当时结婚的时候 我娘送过的 我帮她送你 妈 我不能要 这是你妈送给你的 我哪能要啊 我现在是送过闺女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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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嫁给她是你的福气 跟她好好过日了 记住了 我这儿 永远是您娘家 永远是您娘家 这桌子真好看 你呢 我算了 你呢 我不是说笑的 我成为你 我认为你 我认识啊 就什么 我认为你 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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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你啊 我认为你啊 发图已经 毛病了 你啊 你这是 不是 这不是金凤大喜的日子吗 都是给金凤买的 让我二叔给退回来 人已经接走了 金凤不想闹大动静 天没亮就被人接走了 我本来还想送送她 对了 门队咋样 有消息吗 没消息 我在城里碰见乐乐了 你咋不问问她过得咋样 天明 你是个男人 认个错把她接回来吗 金凤车一走 是有点冷清啊 就一个人了 打起精神 别把日子给我踏了 我都这岁数了 过好过坏 也就那样了 就是可怜了我那娃啊 就是可怜了我那娃啊 偷偷摸摸的就出了门 连个跑也没放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惹的祸 都是我惹的祸 这啊 都是命 谁也不管 人命吧 这啊 金凤她妈死的时候啊 我厉过誓 一定要让金凤过上好日子 不愁吃不愁穿 等她长大了 再给她找个好婆去 让她风风光光地嫁出去 谁成想 这事成了这样 我对不起她 我对不起她 更对不起她妈 行了行了行了 行了 其实啊 这结婚 脚牌场 那都是个行事 咱关键是要看着孩子结婚以后 那日子过得怎么样 对不对 只要我结婚以后 把这日子过好 她比什么都强 你说是不是 对 我们家结婚的时候 折腾了吧 那是作作实实地 折腾一回吧 现在怎么样 她正在这鸡飞狗跳 乌烟着气 没一天了 你是不是 走 天明家的还没回来 哥 不是我说你啊 你不能由着他们胡来 该说的时候你得说一声 咋说呀 那整天在鱼塘泡着 早出晚归的 我连个人影都见不着 我跟鬼说去 你这总还是有个人影在你眼前晃啊 那我呢 瞎看我一眼都看不着 要我呢 要我说呀 嫁远点也好 这儿女啊 都是讨债鬼 她要是不把你身上这点东西给你炸干净 她绝不把手 是是是 好了 不说这个了 你干啥呢 发什么神经来 有气回你家撒去 这是我哥家 我还咋样咋样 你少管我 上官了 你跟我爸话说清楚 这是谁家呀 合着我跟你哥结婚这么多年 你压根没把我放在眼里是不是 咋又吵起来了 朗朗 朗朗 去换上衣服 哥带你出去散散金 我不去 那你情愿在这儿跟你嫂子吵了 听话 去吧 去吧去吧去吧 好了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 那是我妹妹 我亲妹妹 别跟她一般见识 她一直住在这儿 算怎么回事 这不是没办法吗 我告诉你啊 差不多你赶紧让她走 你把她当菩萨一样供着 我管不着 但是呢 她想在我这儿耍威风 门都没有 好好好 都听你的 我带她出去散散心 等她心情好了 就让她走 好不好 去去去去 别生气了啊 你葉轮是地团 去了 你看着我 他有不便宜 你把我好 sini 你得到我 咱们看着我 还会有什么地方 咱们呢 长官 这位是 这是大清哥 这我妹妹 妹妹 快叫哥呀 乐乐 大清哥 你好 妹妹好 快坐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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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朱大清 董事长什么的呀 就是个名号 妹妹封名 上官乐 你叫她乐乐就行 乐乐 乐乐 喝茶 乐乐 喝茶 喝茶啊 乐乐 谢谢你 您这东西一听了 乐乐 活着 点菜吗 点菜吧 不等明君小春他们了 不等了 服务员 点菜 不成慢点 饿了就买点吃的 别舍不得花钱 知道了 你还有啥要带的吗 还有我有啥要带的没有 你连钱都没拿着 进城买啥呀 这可咋也忘了 看好了 别再丢了 里面有钱 这不算没钱你拿过 做衣服剩了点料 然后啊 舍得人 就做了个小包 这手抢的呀 别忘了给双买点点心 忘不了 那是我以后的小叔子 走了啊 去吧 嫂子 是我给你买的毛衣 你看看喜欢吗 喜欢喜欢 这花色可好看了 怎么样 好看吧 嗯 乐乐 嫂子呢 以前对你那个态度 其实不是成心的啊 你别往心里去 我哪会往心里去嘛 那咱俩也不是 头一回吵架了呀 我爸就是那臭脾气 有时候啊 是我心情不好 我不是冲你啊 其实呢 嫂子也不是嫌你住在这儿 你老跟天明吵架 是不是还是因为那个人喜爱啊 你不是说那个人喜爱 已经快结婚了吗 我看你这每天在这儿 心不在焉的 既然你这心里不踏实呢 那你还不如回去看着点她 是 莎儿 吃饭了 来 快 给 咱俩两副碗筷啊 你不吃啊 乔子去镇上买东西了 我等她回来一块吃 这时候应该回来了啊 我也不知道 按理说是应该回来了 最后一班车了 也许在哪儿拌住脚了 跟人说话呢 是 你们先吃 我再等等 咱俩俩先吃 咱俩俩先吃 咱俩 喝口不 好吃 你这一炒的真是挺好吃的 出事了 救病啊 救病啊 出事了 出啥事了 回头大哥车翻车了 死了好多人 你干啥去啊 翔子 翔子在镇上 翔子 你看好喜爱 我去看看 我去 我去看看 不不不 喜爱你放心啊 我一定把强子给你带回来 他一定没事 翔子看好了 别别别别 别看了 有点放心 翔子在镇上 你放心 翔子一定会回来的 天明说了去找他 你别急 别急啊 别急 老子 老子 喜爱 妈 别来回走了 你都走了多长时间了 不头晕哪 坐下坐一会儿 我哪儿坐得住啊 都这个点了还没回来 对了 妈 婶 要不你们俩先回去歇着吧 我自个儿在这儿等着就行 喜爱 是不是回来了 没有没有 那天没回来 肯定会叫咱们了 妈 婶 我这心里啊 老放不下 老觉得要出什么事 要不然我上村口看看去吧 黑灯瞎火的 你去干啥呀 没事儿 婶 村里的路我闭着眼睛 我都能找得着 不行 这个地儿了 你不能去 是啊 天这么晚了 路又不好走 万一再出点啥事 你让你妈以后可咋活呢 别 来 来 坐这儿 喜爱 明天天一亮 妈就带你去找 踏实点 放心吧 喜爱 不会有事的 强子是个有福气的人 不会有事儿的 嫂子 你看 你怎么回忆不起作用 不是吗 你可见我不敢有事儿啊 你一定要回 是是是 咱们现在没有结果 那就是最好的结果嘛 不是 你说她要是回不来的 我假的跟我过来 我假的 是怎么知道不会的 不会把强子人那么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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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哪儿去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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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zę 简zę 走 徐儿 喂 妈 你咋来了 咱不是说好了吗 我陪你一块过来 那你走的时候 你怎么还回事啊 我看你睡得正熟 就没叫你 这车咋还不来呀 还没到点呢 还得等一会儿 把衣服穿上来 别动出来 等一会儿吧 等会儿吧 哎呀 哎 妈 车来了 人没事吧 没事 你把我们吓坏了 都吓死我们了 回来就好 没事就好 你说你们俩孩子 沈子 没事 是有村民受伤了 我们帮着往医院送了送了 所以耽搁了点时间 不是 你好歹 你说你烧毁了一个话 报个平安哪 你说我们一夜都没睡 尤其是喜爱 就等着你们哪 婶儿 我到了那儿就和强子一块儿 在车祸线上帮着忙着呢 就没来得及回来打招呼 倒是做好事 真是 以后一定报平安 下不为例 听见没 知道了 强子 姐 以后我报个信啊 强子 你没出啥事吧你 没事 能有啥事 你说你这一天一夜去哪儿了 吓死姐了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让姐咋败呀 你说 啥三长两短的这些 这不路上有车祸吗 我们帮着送伤员来的 行了 回来的就好 姐回家给你炖弄老母鸡 去救会去 别 别 别 这折腾了一夜 吃那东西干啥油腻腻的啊 到沈子那儿去 沈子给你瞎面条 嗯 沈子啊 你看我们家强子和喜爱 他俩不是还没结婚吗 我们家强子 往你们那儿跑 让相里相亲的 看见了说闲话 谁说闲话呀 早晚都是一家人 话分那么清楚干嘛 告诉你没有人说闲话 走 沈子不客气 不客气 那个 跟姐回家 不 你姐给你炖老母鸡啊 小姐 小姐 你怎么那么清楚干嘛 上我那儿去 昨天晚上真是把我给急坏了 我想出去找你们 可是我婆婆又拦着不让 咋了 特怕强子回不来 换做是你 我也一样着急 瞎说 我咋能跟强子比呢 强子回来这路上 嘴里念叨的全是你 我这两个耳朵 都快磨出老茧了 是 强子对我是真好 以后我会和他 好好过日子的 你喜欢他吗 你喜欢他吗